商业社会人脉关系错综复杂,踢皮球本来是无本事者的求生之道,可以领功的时候呢,力气献身,做错事的时候呢,就踢皮球传给你。 那么以下来逐一分析小人同事的面相特点呢,那么以后要千万多留神。 第一个呢是眉毛偏浅淡。 踢球的功夫呢四颗星,不论男女呢,如果某个同事啊,双眉短而淡,还是少合作或者尽量少接触为妙啊。 有正面相的特点的人呢,通常呢城府深,心机重,不可交心。 他们心里从来没有团队合作这个概念呢,最喜欢做表面功夫就完失踪。 或者是做错事啊,要找人背锅的时候呢,就会第一个弹开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毫无责任感可言啊。 第二个呢是眉骨突出,踢球指数呢四颗星。 这些人呢处事啊六亲不认的,胆大心细面皮后,杀人欲无形呢。 可以为了达到目的啊,做到,不择手段了。 如果是不幸被指派跟他合作啊,千万不要跟他争功劳。 就算功劳是自己的,都不要斤斤计较,以免对方啊动杀疾啊,切记跟他共事的人呢,要经常啊提高警惕。 第三个呢是硬堂狭窄啊,踢皮球的功夫呢是五颗星,硬堂的也就是两枚之间的位置。 这里过于狭窄,少于两个手指的宽度啊,代表为人心胸狭窄。 怕交出任务啊,功劳会被同事抢走。 对于他们来讲,所有人都是错的,只有自己是对的,但是同时又不敢提出意见啊。 都是因为心理清楚啊,给了意见就要负责任。 简直是踢皮球的高手啊。 第四个呢是大小眼啊,踢皮球功夫四颗星,所谓一眼定终身啊。 判断上级同事或者客户是否是个小人呢,可以从他们眼睛的长相来判断。 眼睛呢如果是有大小眼,大多数聪明绝顶啊,IQ和EQ都很高啊。 城府之身无人能挤耳,而且出招手法高明。 他们大多宁愿花时间去摸鱼啊,也不愿意用心工作。 见到上级在场的时候就必然出现了,没有老板或者在场的时候呢,就事不关起,高高挂起。 第五个呢是眼见三白,踢皮球功夫三颗星。 眼中间呢,黑眼珠靠上或者靠下,有三面见眼白,相学当中称为三白眼。 三白眼的人呢,性极胆大,疏忽懈怠,菜衣心重,妒忌性也强,很大机会会过河拆桥。 他们可以为了求目的,不择手段,包括出卖上级啊,同事啊,下属啊,和他们合作呢,干净受怕。 如果是可以选择的话,最好是远离这种人。 第六个呢是鼻梁起劫,踢皮球功夫四颗星啊。 鼻梁有结者,城府身,不爱说话。 他们通常会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断地备犯和出卖他人。 人前人后两个样,事后呢,当然是将责任呢,推卸得一干二净。 第七个呢是鼻如阴准的,就是阴勾鼻啊,踢皮球功夫呢四颗星。 他们是个典型的是现实主义者,完全不讲人情,在上级面前呢,就处处表现得亲切友善,尽量建立一个忠诚友善的下属形象。 而跟同级和下属交手的时候的,或者是没有利益的关系的这种同事合作的时候呢,翻脸如翻书啊,如此假人假意只好比他们更假,免得惹祸伤身的。 第八个呢是人中短浅,踢皮球功夫五颗星啊,鼻子跟上纯之间的位置称为人中啊,人中短浅代表此人心胸狭窄,不分男女啊,都是小气贵一个啊,不能接受别人混得比自己好。 而且呢,不会共患难,也不能共享富贵,公是自己的,过都是同事他。 第九个呢是嘴巴奇小,踢皮球功夫三颗星啊,不论男女啊,嘴巴太小的人啊,大多数自我优越感很强,在他们眼中呢,普天之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。 别人呢,可以做苦差,他们自己就万万不行了。 如果书役上出身低微而能力胜过他们的话,就要积极计划出手,而且呢,杀伤力还是有限的。 第十个呢是面形横章啊,这个踢踢就功夫的四颗星。 面形如此的人最擅长信口开河,讲就天效无敌,做就有心无力。 为求少做少错,也爱将歪理变成道,所以千万不要轻心这类冲天炮所谓的承诺啊,事实最好是白纸飞自裂清楚, 或者是透过电邮啊,沟通啊,留下证据啊,保护自己,以防日后罗生门啊。 第十一个呢是耳后剑腮啊,踢皮球功夫五颗星。 他们是踢皮球的佼佼者啊,望恩负义,随时准备在背后捅你一刀啊。 耳后剑腮者一般都很自私啊,凡事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啊,不理他人死活。 第十二个呢是腮骨发达,踢皮球功夫呢,五颗星。 他们就是坊间所谓的疯字脸啊,这种人呢,不容易对付啊,都是因为做人没有所谓的底线啊。 眼里只有利益,就算是男生呢,做事也没有骨气可言,他们总是喜欢找理由。 发现没有利益可读呢,就会立即建议思迁,在他们身边可以同享福,但是绝不能共患男的。 同事有难呢,则此处危险,速逃。 第十三个呢是垂头走路啊,踢皮球功夫呢,四颗星啊。 垂头走路的人呢,凡事斤斤计较,一分一毫多个想和你,算得清清楚楚。 眼里呢只有自身的利益,只会在小处着眼呢,欠缺宏观的视野,因此呢,成就尤现。 好了,以上是十种小人的面向啊。 如果是对各位有所帮助呢,欢迎点点关注,这里是天阳闲机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